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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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两句 你自己应当好好努力为善 因为完美的圣者 只能告诉你该走的道路 其他都得自己来 所以在座诸位身心不能取代 你看佛多在世就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 就认为我念佛 佛就一定会加倍我 要靠佛 当然佛是很重要的真上眼 可是自己却不肯用功 不肯依真理而行事 也不能调伏自佛 主位 如果靠佛可以成道 很简单 释迦摩尼佛 当时在世的时候 那个阿弥 一直问问题 弄眼睛就是他 阿弥装不懂 他一直问一直问 才有整部弄眼睛 好 那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说 为什么不说 阿弥来 你跪下来 你不用修行了 来 我释迦摩尼佛 直接就给你加持 让你成道 有这么好事吗 加持是真上眼 内心自己修行是 轻音眼 轻音眼加上真上眼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们现在修净土法 不能不了解 就是我灵命中 要靠阿弥陀佛来接引 可是他的心 从来没有亮过 从来没有亮过 大车大物不一样 大车明心见心的时候 开发心境 光明无量的光明 念一记佛 佛就现前 念一记佛 佛就现前 为什么 干净的静置 完全清净的静置 任何的东西来 都可以反射的 所以 明心见心的人念佛 你命中往生极乐世界 说来 其实没有来 阿弥陀佛是成佛 他哪里有来去 简单讲 借引往生极乐世界 是对众生讲的 阿弥陀佛 法身没有来跟去的 讲借引往生净土 是对众生讲的 所以 若生死不生 说去死不去 就是这个道理 大物见性 大家都知道 法身并没有什么来去生灭真减的 所以我们一般人修净土的人 不了解 一定要说 李弥陀佛要靠阿弥陀佛 这个观念 对一半 记得 一定要靠自己 好好的守戒 诸如墨座 众生奉行 清净我们自己的身心 灵命中 神可以清净 再做诸位 立刻 就转到极乐世界 那很多人讲 看到经典去说 如果有五逆十二重罪 灵命中 受到三知识的欠化 十年就可以往生 我说这个叫做高空走钢锁 你知道吗 高空走钢锁的修行就是很危险的 活着的时候拼命的造业 然后曲解的经典 误会的经典 那么我灵命中 念十年就可以往生 再做诸位 灵命中造恶业的人 平常造恶业的人 灵命中不会善终的 恶业在灵命中 他就缠绕着你的时候 病苦一来 你的燕青在主一来 没有办法控制的 这个就是修净土的人那么多 为什么往生的人那么少 就是错误的观念 认为自己智力不重要 智力是最重要的 而他把它忽略了 这个就是最悲哀的 最悲哀的 所以你想想看 你的心就像一面镜子来比喻 在座之外 这面镜子如果说 插上一层黑墨 黑墨 那么太阳光来 你能不能反射 当然不能反射 你能反射吗 没有作用 你的心充满着无名 贪嗔痴 没有错 你心里是想说 灵命中借助阿弥陀来接引 行啊 人家是感应道教难思义 能力所理性空极 感应道教难思义 我此道场如地珠 都不懂得经典 自己看自己 听自己 误会佛的意思 人家在念念重新起 念念重新起 是重真心的 不是重妄心的 我现在请问你 有一个比丘来 他做谋谎 我说法师你做什么 他说我一心念佛 我说好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念佛一生功德无量 礼佛一败 罪灭何杀 来试说说看 你念多少佛了 他念二十几年了 祝王弘拼了老命要念佛 念佛一生功德无量 礼佛一败 罪灭何杀 那你念了二十几年 那早就罪灭何杀了 你到底懂吗 不会 一点都回答不出来 我说 这个叫做自信佛在念 念佛一生功德无量 虽念没有能念所念 这句通道本性 本性当然是无量功德啊 礼佛拜佛 当然能理是空 手理也是空 佛是自信做 哪的心外可以求佛 不懂得道理 念佛拜佛有什么用呢 头撞破了也没有用 喉咙喊破了有什么用 没有用的 我们对第一地不了解 喊破脱容也枉然了 所以我就告诉这个比丘 为什么讲 念佛一生功德无量 礼佛一败罪灭何杀 这个道理从何能够接得上 这个就是接 这个就是本性在用功吗 叫做念佛一生功德无量 念佛一生意其一切 这一生就等同悉空吗 一极一切一切即一嘛 所以本性在念佛嘛 才能够接着功德无量嘛 不然你念多少佛了 对不对 今天三万四万五万 全部都嫌到那些 对不对 每天都跟佛在计较咯 礼佛一败罪灭何杀 你这个道理讲得通吗 不通 所以念佛都用自己的观念 不听善知识的开示 不听善知识的讲解 自己参知识 走偏了自己也不知道 不晓得这个到底是什么含义 这个就是生命当中的不圆满 虽然有听到佛法 可是没有听到最上圣最究竟的法 是很可惜的 所以师父 那一套第一异地是很重要的 不晓得你们那个光环 有没有请各位尊敬的义工 带回去看 知道吗 那个第一异地有上智 那个很重要